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一名二船而言 如何多点开花调动是成为优秀二船的基本 可惜现在的徐晓婷不具备此特质 首发出战的吴孟杰则是在第一局局末被王亦凡换下 之所以打伊朗会被替补 和他自身失误偏多有关 面对伊朗的蓝网 吴孟杰开局阶段出现了许多失误 比如两次扣球失误 一次蓝网触网 一次发球失误 再加上一船也接连出现问题 所以主帅只能用王亦凡换下吴孟杰 虽说吴孟杰在进攻端有着不俗的表现 可以频频超手进攻 但过多的失误让他成为了不分球员 郎平曾说过 一名球员不能光看前排扣球得了几分 也要看后排失误送了几分 一起来算总账 现在的吴孟杰就是前排能拿6分 后排能送8分的球员 换上王亦凡后 队伍整体的流畅度明显加强 故宫王文涵取代曹婷婷成为了队伍的首发 前两局 由于二船徐晓婷四船四号位 所以王文涵并没有获得太多的扣球机会 直到第二局局末阶段 二船才想起三号位的王文涵 频频给他进攻 靠着身高和力量上的优势 王文涵打出了13扣12中的绝佳扣球成功率 从表现来看 王文涵的三号位短频快和杨涵玉不出一辙 都是力量大速度快的暴力类型 但他的似乎也和杨涵玉一样 被飞球打得不是特别流畅 且移动篮网的速度也比较慢 可以说王文涵是值得培养的球员 能否成才还要看后续的发展 蔡斌把他选入失联赛25人名单 也并非没有道理 王亦凡替补补上场后 很好地担起了场上核心的重任 他全场比赛独拿25分 其中第三局就有10分入仗 在力量不足的情况下 王亦凡积极利用手法变化 打掉结合打乱了伊朗队的篮防固阵 且异传方面也相当稳健 当然王亦凡扣球得分多 也和徐晓婷爱传4号位影关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订阅收藏